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距了十天 今年一月做了左眼 一直有棉花物体在外面 阻挡着 已经超过三个月 再看左眼就发觉左视望莫穿洞 又再唯有修补 做了 但到现在左眼好像永远挂着小水点在眼尾影响视线 想知道什么原因 好 首先多谢你的问题 做完白瓦脏手术后 体验模糊有很多原因 而这个症状加上时间排序来说 最相似的是玻璃体退化问题 什么是玻璃体退化呢 其实这里我们有一个模特儿 其实我们眼球里面 这里不是空心 好 我们这样 这里不是空心 其实里面有一块啫喱物状的东西叫玻璃体 我们年轻的时候 玻璃体就透明通透了 随着年纪变化 退化期间 玻璃体会收缩 一路退化 会液化 由啫喱变成水状 液化期间 它里面就会产生一些杂质 在这个杂质期间 当我们看东西的光线打下来 通过我们的角膜 听过晶体 打了一些影像到视网膜上 就会看到我们所说的 我们俗称的非蚊症 即是这个玻璃体的退化 它有什么特质呢 就是你看东西的时候 它会跟着你的眼睛移动 它的名字我们叫做非蚊症 其实不一定是蚊状 它可以是条状 可以一点点 可以像少少的形容 像棉花一块的冒化都可以 通常看白底的东西会更明显 例如你望上天空 望上屏幕 我先看一看 没错 我看到我的朋友都出来了 对 做了玻璃体的进化 听它这样说 为什么会说 听它时序这样说呢 因为它一做完白内障手术 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就比较相似就是这个玻璃体的退化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玻璃体的退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白内障期时间 其实前面这草体为什么会有白内障 因为它也有退化 本身也是透明的 开始退化的时候就认得它很运俗 开始看东西模糊 所有东西暗淡了 你后面退化的东西就没那么觉得 当我们做手术 去换一个人工晶体给你 换一个透明通透 看东西变清晰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后面的影像 因为后面没有动过 后面的非纹症 后面的玻璃体退化 就会觉得突然之间明显了 这是一个很普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会见到的问题 嗯 但是它这里有一个说 左视眸眸的穿洞 这个有没有影响到这件事吗 这个左视眸眸的穿洞 正正是因为我们的玻璃体的退化期间 其实玻璃体它本身是黏住我们的视眸膜的 它黏住了一阵 它退化期间收缩 有时有机会拉扯到视眸膜 是 当它拉扯到视眸膜 它可以拉穿它 就是它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拉穿了视眸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引申成一个叫视眸膜脱落 当水滲入孔 让视眸膜分离 就叫视眸膜脱落了 所以更加告诉我 其实它的玻璃体是有些收缩 是有些退化的情况 所以就要立刻做一个叫视眸膜的修补 打个激光去修补它 但是其实老实说 这些你又没有得拿走它的 我经常听就是共存 我都说了Peter Paul & Mary 在里面全都认识了 我们那些会走来走去跟着眼球动 它现在说这个小水碟在眼尾 其实这个是否也是一样 还是它有个分别在那里 其实应该也是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 看到棉花体壮小水碟 这些所有形容中 应该都是玻璃体退化的现象 我们看到的 于是所谓的滴眼药水 其实都不会帮到多少 其实真的滴眼药水 或者食药那些是没有帮助的 没有东西可以帮助到的 一般都建议跟它共存 因为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退化 都不可以说它是一种病 当然有什么可以做到 其实是有些手术可以做到 可以清除帮你看 但是通常这些我们就 如果它真的说很困扰你 令到你看东西很不舒服 很繁衣的时候才好考虑 一般大致上的病人 都不需要建议去做手术的地方 好 如果是做手术 即是不建议的 现在医生说不建议 但是我也好奇 那它是怎样样 即手术是怎样样 即是拿走就拜拜 手术其实我们都是一个 微創手术 是一个眼底的手术 就是在眼白的位置 会放几个仪器进去 去到眼的中间位置 即玻璃体那里 就把整个玻璃体吸走它 是的 因为它根本上 它的遮理都会变成水状 它也会液化的 所以我们都是把它吸走它 然后放生理益椎 各样的东西进去 是的 但是一般上都是 不特别提出的 是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提出的 因为始终手术它都有它的风险 是的 所有手术都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呢 包括感染 流血 甚至可以令到有视网膜 出现其他的变化 视网膜穿洞脱落 或者做完眼底手术 令到白内障加化 这些全部都是手术的风险 基本上你玻璃体退化 即我们上了非蚊症 不会怎样大影响眼睛 就是比较繁衣一点 你看到它 但其实它不是病 也不会令到眼睛叉了 没有那么健康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不特别去建议做手术 可以和它共存 其实你慢慢习惯了 反而会不会觉得 你不觉得 现在我也不觉得 我已经共存了很久 只不过 为什么我常常强调要问清楚这个手术呢 就是说 可能会有一个不知是误解 或者其他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说 我很恨那些飞蚊 我想清掉它呢 医生 但是我要做 我要做手术 但是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做了给你做了 但是是不是就是一了八了 以后这个没有飞蚊呢 基本上大致都是的 因为那个玻璃体都吸走了 吸走了新的盐水 好了 它是不是 又是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不管什么年纪 就算比较年纪做 它都会以后就 不会说这些新的盐水 去到一定时间 它又会 它又退化的 基本上都不会的 太年轻也不太建议做 是 因为各种原因 也有机会拉扯到 试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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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其实它在你的眼里 都很久 刚刚不知做完白内障之后 明显了 认识清楚一点 所以也不用过分担心 但是与此同时 就算不滴眼入水 它可以怎样护眼呢 其实它做得很好 其实你做完白内障手术 见到多了3元 有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看清楚的视网网 一定要放大瞳孔去看清楚视网网 有没有其他变化 那施小姐就不幸 那视网网就穿了个洞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多了3元 你做完之后 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多了3元 但是一定要排除有没有其他东西 例如视网网穿洞脱落 这些都会令到你多了3元 有就要立刻处理 它补了 就要立刻补了 就长远来计 其实3元那些 你都要留意着它 如果有任何突然之间多了 很多3元 有闪光 就是你射的灯下 你都看到斬下斬下闪光 或者甚至一分看不到 这些症状都要留意 就是说你的视网网 有机会出现穿洞 或者脱落的症状 好 今天就麻烦了周医生 帮施小姐解释了关于飞蚊 其实现在的学名叫什么 什么退化 玻璃体的退化 玻璃体的退化 其实就是飞蚊 好了 麻烦了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 你也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如果大家想问一下周医生的话 不妨在这条片下面留言 如果你自己也很想亲身 有一些健康问题 想问一问专家的话 WhatsApp2516868 我们同时就会跟你联络 就好像今天这样 有时如果你忙的 我帮你问 如果你原来电话里也可以 最好我目的就是 希望我把电话在这里 你可以亲自问到 你想问到的各位医生 喜欢这条片 请和我分享出去 订阅其他一顿 按小钟和我们的Apps 今天谢谢周医生 差不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